主席我发言支持张义仁宴提出的改革香港医务委员会的议案 以及也会支持黄国议员提出的修正案 香港医活团队素来是敬业专业 走户香港市民的健康也不为余力 多年来香港公共医疗服务在临床治疗研究和应对疫情方面都有出色的表现 也国际赴享成名 但是近年来公共医疗系统尤其是面临人口老化 慢性疾病的增加 医疗开支上升等的挑战 所以我现在也看到政府和医工局也推出了加强基层医疗 公共发展 公共公营和私营的协作 推动医疗信息化等的改革 但其实除了改革服务 正如刚才多位议员所说 如何去完善医疗事故的处理机制也不可划决 根据医工局最近的显示 在1920至2023、2024年财政年度的502宗的医疗事故伸索里面 有16.7%已经获得赔偿 即是有84宗 金额去到8111万港元 平均每宗大概是960万元 这些伸索个案的法律费用 亦都去到1917万 其实反映了医疗事故对于病人、家属 以至整个公共医疗系统的沉重负担 更令人忧虑的是 在2024年头两个月已经发生了三宗的严重事故 凸显了医委会或影局处理事故的透明度 问责性和回应速度有待改善 我留意到新加坡在2020年修订了 Medical Registration Amendment Act 2020 即是医生注册修订法案 为投诉案件提供了替代性争议解决机制 投诉委员会认为调解是适当 而且是投诉人和注册医生同意转介的情况之下 可以是投诉转介去调解 由中立的调解员判断 是否应该是否涉及事故和建议赔偿金额的范围 给到医患双方讨论达成和解 避免了涌场的诉讼 这是有助于减少解决投诉所需的时间和成本 更能够维护纪律处分程序的完整性 香港其实可以借鉴新加坡的经验 其实香港现有的医生注册条例里面 应该要引入一个调解机制 在条例里面加入有关的调解条款 给到医务委员会转介调解的权力 定名委任调解员的资格要求和程序 展明调解程序的保密性和记录处分程序的涵接安排 也可以是定名调解费用的分担方式等等 对于医生注册条例作出上述的修订 其实可以为到医生投诉案件提供一个替代性的解决方案渠道 同时也完善了现有投诉处理的机制 有助香港建立一个更有效更透明的医疗事故对应的系统 其实香港医疗要建立公正信心 医委会除了要撤查事故的成因吸取教训 还是要需要一个建立完善一个事故的机制处理方案 其实包括我刚才所说的调解服务 第二是有关于何时公开自协 因为我们近年也都见到政府在这方面道歉 虽然我们香港有了道歉法 但是利用这个道歉来解决问题 所以我认为政府或者如果是医委会认为是有严重事故 其实应该第一时间要向公众交代 适时公开自协也都是展示问责精神 也都需要简化程序 投诉程序 如何去加强和投诉人的沟通 加强数据披露 以及强化风险管理 也都要加强和前线医护的风险意识 定期培训学习预防差错 也都是如何优化流程 建立一个监察警暴机制 及早发现风险 所以香港要拥有一个优秀的医护团队 近年的医疗事故 尤其是引起公众关注 要重建信心 医委会除了要改革现在的服务 也都要提升服务质素和效率 要建立一个完善的事故处理机制 简化投诉程序 也都要提高赔偿效率 加强沟通道歉 善用调解 强化风险管理 令到获得市民的谅解和信任 同时医护一起 攀手应对未来的挑战 共同退愿意识 请你停止发言 的视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